当我踏到护理部我看到他说 我就不晓得为什么他只要对我一个笑 我又觉得护理部怎么会那么温暖 我们护理长有什么事情一通电话 他都会把我们做到很好 即使他也不会也会尽力的去协助我们的问题 好像天使哦 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话就不知道怎么办 在我们的护理部真的是一个灵魂人物 因为我觉得他虽然说不是很喜欢 到处去踹门子讲话的那一型的人 但是他非常的任身在默默耕耘 他也在经营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爱宁如吉 这位在大家的口中赞誉不绝的正是潘慧雪 在过去的十二年中 他在补理基督教医院的护理部里面 担任护理部秘书的工作 对于千头万绪的护理部而言 这个角色很难是一个面面俱到 而且人人称好的工作 但是潘慧雪默默地付出 以及不求回报的态度 换来的的确是大家对他的积赏与肯定 那特别是说单位其实有很多的新型的护理人员 那我觉得他其实就是用一个大姐姐的角度 在经营他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常常看到有些护理人员下班之后 偷偷地就溜到他的旁边来 然后跟他弟弟咕哩一直在说一些的 他们的一些生活的需要或者困难 那我觉得他就是很 就是很用同理心的方式 然后呢陪伴他们 所以其实蛮多护理人员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而留下来 医院护理工作的繁重 是大家共知的事实 而青山绿水的浦里虽然美景天成 但是对一颗颗充满异动的心 却是浮动而且荡漾的 潘慧雪如湿如解的风格 正好在其中发挥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印象 我第一天来医院报到的时候 他很亲切 因为那天其实很紧张 但是他就很平易近人的带我认识整个医院这样子 到后续参与医院的一些活动 才发现说其实他很重要 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话很多活动都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我都去找他 有时候就打电话找他帮我 可能有一些表单啊单张 或是签到的部分 或是活动前的联络的前置的一些准备我都是请教他这样 甚至在工作中有一些不懂的流程或是问题 我也是偷偷打电话问他说怎么做比较好 他有可能就说你不要担心我帮你问 我带他打电话给你这样子就还蛮安心的 热情与真实本来就是历来普及人的共同面貌 潘贵雪日以继练的付出更强化了干完最功能的理念 使自己得尊重他人得好处的这个目标 成了可以期许的写实 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有着这么一段新生 我本身是基督徒所以我觉得就是要以爱去对人这样 我觉得他的工作不是我们护理长可以担任的 对因为他所做的东西胜过于我们护理长所能够做的一切